朋友们好,欢迎收看我的视频 新朋友们可以适当的点击一下订阅 很快几秒钟 好,咱们不废话,直接进入主题 这几天台湾2020大选热门的人物高雄市长韩国瑜 有人就问他一个问题 说现在这几天香港反送中游行 问一下韩国瑜的看法 韩国瑜他的回答是 我不知道,我不晓得 那怎么可能不知道,不晓得 韩国瑜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他作为一个高雄市的市长 他又不是一个娱乐人物 他怎么可能不知道香港这边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么他刻意回避 这只说明一个问题 他回避这个问题 他回答的就是左右都不是人了 如果说他支持反送中 那么他会不会得罪了老公呢 这里打一个问号 那如果说他不支持游行 他不支持这个什么反送中游行 那他就显然站在了人心的对立面呢 那这显然是怎么回答都不讨好了 所以啊,这对于韩国瑜来说 他说不知道是最好的回答 但是对于人民来说 这可能就是说更加从逻辑层面 就加大了这种韩国瑜跟老共勾兑的可能性 为什么说可能性 我不用这个肯定是呢 因为这个你要找掌握实际的证据 你再你再去说啊 其实大家心里都懂啊 那好,咱们今天就继续说这个香港这个反送中的游行 现在是战斗还在继续啊 六九在这个反送中游行啊 他这个人数上街的人数已经超过百万了啊 这已经是一九九七年以来啊 最大规模的游行了 这也证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彻底失败 或者说吧 这个一国两制 他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嘛 因为是骗人的呀 九七年在回归的时候 香港回归的时候 我记得家里有一个长辈啊 他就是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 他就说 他跟我说 孩子呀 你不了解共产党啊 所谓的一国两制呀 那就是实际就先把这个主权先骗回来 是骗回来 到时候关门揍孩子 慢慢收拾 有的是手段 你现在想想 我家里的那位长辈 他说的还真是实话啊 但是你千万不要以为 我那位长辈啊 他是反共的 其实不是 我那位长辈呢 他也是党员 他也热爱中国共产党 他跟我讲这个道理的时候 他还说的是非常的津津有味 说的非常自豪 有一种我是流氓 我骄傲的那种自信 他就是站在共产党的角度去说的 现在呢 那就是看香港确实是到了这么一种最危险的时刻啊 那个外交部发言人这个耿爽他怎么就说什么美国呀 他不要干涉中国内政啊你这一次关于这个香港八十万人这个这个香港游行啊他又说什么有八十万人支持修改法律啊 八十万人支持法律 这个我去啊 你看我这个表情啊 这八十万人支持这个逃犯条例你信不信啊 不管你信不信 反正我是不信的 现在把这个战斗啊还在继续游行还在继续啊 到了6月12号是香港的大大功 这才是决战时刻啊 决定历史的时刻啊 这一天决定了香港他是继续是香港他还是变成臭港啊 这一天肯定会发生很多事情啊 以我个人的分析啊 我这个向这个游行的港人提醒一下啊 得多几个心眼啊 因为啊在这个游行的队伍中肯定有老公往里面穿沙子啊 就是带头起风闹事啊 明明是他的人了 明明是老公的人 换上市民的衣服 穿到游行队伍里面去 然后起风闹事啊 给警察以抓人的口实 甚至会啊 带头打砸抢 这时候希望这个香港的游行队伍能够擦亮眼睛 如果有人带头闹事 一定要第一时间揪出来 先拆打他的脑底 而且港人在游行的时候一定要克制啊 最大限度的去避免流血 避免受伤 有人说什么 他前几天留言 我因为我说这个香港的话题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可能三次次了吧 有人说我是躲在屏幕后面不嫌事大 那好 我现在我表明我的这个这个这个态度啊 我不希望有人流血 不希望有人牺牲 而且如果老公他真的来硬的 我也建议香港人的市民啊 你不要跟职业军人去硬硬碰硬的对抗 你否则前几天是六四 然后只在多一个六一二 六月血太多了 这就是中国人的悲哀啊 我今天我问我一个朋友 我说这个香港的逃犯条例到底会不会通过 我这个朋友想都没想 他马上就回答 肯定会 共产党太流氓了 他马上就他他就这么回答 现在呢 现在主权的就是主权的老公手里面啊 他是关起门来整香港 这是中国内政啊 说说西方国家你不要干涉中国内政 香港问题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他会这么去说 从法律上来说确实是这样啊 就算是开枪镇压 他也是中国内政啊 西方国家不好参与啊 你就在这个情况下呢 我这个朋友他说这个逃犯条例肯定会通过 当然 你要从这个理性的这个角度啊 去推敲这个事情的发展结果 真的是很大的可能去通过这个调弹条例 因为你看这个在老公他在统治中国的七十年来吧 哪一次想做坏事没得逞 你看三反五反大跃进文革六四开枪九十年代下岗 哪一次不是把老百姓制的服服帖帖的 专制各种不服啊 你要是如果从这种 理性的感性的角度再去分析事物 那我也是希望这个西方的力量能够借入 你说英国虽然不是香港的亲妈 但也是香港的教父啊 是英国他塑造了香港的这种性格呀 你现在眼睁睁看着香港被老公的关起门来 揍成这样 英国你难道不心痛吗 摸摸自己的良心不心痛吗 反正他们也不懂中文了啊 有谁能做个字幕做个英文字幕给他看看啊 你说这个台湾那些亲共的那些台湾人呢 你们也看到现在一国两制的下场了吧 你们还要呢 你们还要逼逼刀的想要大陆来接管台湾吗 你看看香港啊 今天香港人已经是非常有勇气的站出来了 但是呢 谁都不敢保证他明明还能够继续站出来 会不会被强势的镇压下去 这谁都说不准呢 如果这次逃犯条例通过了 那意味着什么呀 那意味着以后香港他再也不是自由港了 那就意味着任何一个啊 但凡你批评过老公的人啊 你在Facebook上面 你在推特上面 你在油管上面你推你批评过 以后你都不能够在香港上转飞机了 那么有可能在转机的时候就被抓回去了 在过海关的时候被抓回去坐牢了 谁也不知道会把你关在哪个哪个牢房 哪个集中营啊 谁也不知道你身上哪个器官哪一天就不见了 谁也不知道你啊 你在这个集中营里面今天一躺下 明天就醒不过来了 这不是吓唬你啊 这是中国大陆每天都发生的事情啊 你看这个国内能够翻墙过来的朋友们 如果你哪一天啊 你去这个新疆去旅游 你会看到什么呀 你会看到特殊旅客 人体器官泛运通道啊 运输通道 你看这个图片心里都直打颤了 害怕呀 可能无知的人他就无惧吧 他可能觉得这种事情永远不会落在自己身上 而且如果这次逃犯条例通过了 将会再一次引发逃港潮 上一次是文革 这一次是612 同样是逃港潮 这三个字 但是韩语不一样 上一次啊 是文革时期啊 就是内地的人逃往香港 那时候香港的人 香港人民给大陆人民提供了很多无负的帮助啊 上次就是六四也提供这个黄血行动啊 其实香港人帮大陆太多了啊 那是一次逃港潮 逃港潮是香港人帮助大陆人 而这一次的逃港潮呢 是吧 这一次如果说是反送中失败 就是说彻底的失去自由 就算是逃 那也是香港往外逃 逃港潮就是香港人往外逃 大陆人想帮香港人也无能为力 自己已经被捆那么严实了 嘴巴已经被交代已经给封锁了 没有言人自由了 也帮不了香港 香港只能往外逃 香港人往哪里去往哪里逃 不知道啊 有可能是往逃到台湾 有可能是逃到新加坡 而这地方都比较小 或者说马来西亚 北美澳洲 欧洲 这都有可能 当然这肯定会引起一个连锁反应 这将会再一副的刺激啊 国内啊 还有很多那种追求自由民主法治的人们 他们也也想必须得逃了 往外逃 哪都行 只要不是共产党统治的地盘就行 往外逃 实际上 你说从这个老共自从49年掌权以来 其实中国一直都在往外输出难民 都是难民输出国 只是中国不承认罢了 你看这个根据统计啊 我刚才查了下数据啊 现在全球的海外华人总数已经超过了5000万人 5000万人 那么这5000万人 你说真正的通过那些正规的渠道走出去有多少 哎 留学出去的 然后在那边就是拿到了学位留下来的 哎 投资移民过去的 然后是技术移民过去的 哎 这些人能占多少 这只是少数中的少数呀 那剩下的呢 要么是难民 要么是从难民这个时代走过来的 要么到现在连难连难民都不如啊 是中国人 是可怜的中国人啊 现在再说一个说字啊 这个联合国 他联合国难民署 他承认的这些难民啊 是6850万啊 这些主要是以中东非洲难民居多啊 跟中国没什么事啊 那如果你是难民啊 那么恭喜你 你起码你还可以得到这个人道主义国家的救助啊 但是中国人逃出去 连难民都不如啊 真的 首先中国他不是一个难民输出国呀 他不承认的 哎 所以说那些追求自由民主法制的人们逃出去之后吧 他想申请难民救助呀 你必须要承担更多道德上的压力 哎 说你中国你不是难民输出国 你凭什么来申请难民呢 对吧 所以说呀 有更多的中国人呀 是通过长期的艰苦啊 奴工的经历之后 他才才在国外立足的 所以说话说回来啊 为了防止香港再次掀起这个逃港潮 为了防止香港往国际上面输出难民啊 我觉得国际力量应该给予香港大力的帮助啊 帮助香港就等于帮助自己啊 那你不管说是美国 德国 英国 法国 你要是不想接受难民提高就是给自己国家纳税人增加负担 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根除这种产生难民的土壤 哎 西方国家快点帮助香港啊 甚至说你最直接的办法你军事干预那是最好 你把这个老公赶回大陆去啊 让港人治港啊 这才是最好的结果 也有人说 说什么什么港人治港啊 港人又没耕地又又又又又没水 自己治治港马上都饿死 这些人说说这话太弱智了 说这些话都是废话 香港他是东方之珠自由港啊 全世界都抢着要往香港输入资金 要在香港城里公司做生意 还缺这点生活资料 所以说啊 就是说你根本就不用担心什么淡水了 耕地了是吧 香港他只要是前提是一个自由港 那么香港他就会保持活力 他就会持续的成为一颗璀璨的东方之珠 好了 我们到这里 我们希望612大罢工能够能够能够胜利能够成功 保佑香港